台北双子星开发案 台北市政府原定在这个月初 要与第二顺位的中华工程进行议约 只不过近日来 检调的调查动作 恐怕会让议约时程发生变数 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表示 如果招标过程有问题的话 不排除宣布废标 我们要先看检调的调查结果 如果真正在招标的过程 有问题的话 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 因为查出台北市财政局长邱大展 涉嫌泄密评委名单 给太极双星发言人王又人 因此检调已经将邱大展 王又人列为被告 并且将扩大追查 是不是有其他官员或是评委涉案 现在台北双子星开发案 出现不确定性 台北市政府假使宣布废标 中华工程也将会丧失 第二顺位投资人的资格